現在大選倒數三天 選票也開始運送到各縣市 臺東縣選委會清點跟運送各鄉鎮市的選票 但是里島 綠島 還有蘭嶼的選票 原本昨天就要送達 但是受到天后的影響 綠島今天一早才順利用船運送 可是蘭嶼的選票可能要在明天協調空勤總隊 來協助運送 臺東縣府大禮堂一早出現數十名簡歷戒備 各鄉鎮市的選務人員這兩天要輪流清點 今年臺東縣總統和立委選票 但這次清點選票比過去的選舉快速 不必再一張一張清點 選委會表示 因為這次地方選務人員 都有派人到印刷廠兼印和清點封箱 今年只要各鄉鎮市選務人員 再來確認和各投開票所的總數相符 就可以領回 臺東縣選委會預計明天就可以全部送達全縣 兩百三十六個投開票所 不過離島 綠島和蘭嶼的選票原本九號要送達 但受天候影響 海空運都受阻 綠島十號一早才用船運送出 但蘭嶼八千多張選票可能要協調空勤總隊 明天十一號幫忙運送 我們目前還在聯繫相關單位包括海選 或者是我們公軍的部分來做協助 澎湖縣的選票也提早在八號送到縣選委會 到十號為止 各鄉和市的選務作業中心 在警方切戶下都已完成選票典領 但澎湖 島中有島 還有十六個小島 有少數居民 選委會表示會安排在十二號 把小島的選票都送達投開票所 記者張明哲綜合報導